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嘞 哥 叫教公 妳用一個ройтch 是啊 嗯 請問王董 為什麼我這麼想被董 嗯 對中華人 中華民國人民 有什麼好處 我认同的中国又是谁的中国 OK 我为什么这么想被统 我讲过 统一的定义是什么 就对了 我也在公共场合讲过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灭六国的 信不信 那当然 习大大习主席就说了 他说了就是 两个统一就是心灵气和和平统一 心灵气和 我们台湾会的解释就是什么 心甘情缘 是不是这样 你不甘缘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台独就好了 是不是 那我们来心呢 我们就做中国人就好 对了 我认为 两岸有时候搞得这么紧张 稀稀有没有 其实我们只要让大陆放心 因为大陆现在真的太大太大 就对了 任靠我们的六十八 就对了 其他有没有 也是真的 还是有很大 就对了 基础建设什么都好的不得了 就对了 你不要说我这样就在破蓝牌 就对了 哈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 当人 要有勇于认输的精神 输就是输 我们来自己想过 我们的油点是什么 我们来借到我们的油点 看要怎么迎头赶上 不是在一支死亡的厨 我没输你 我没什么 我每天都没办法的事情 就对了 这样你要怎么进步 就对了 所以这个 媒体立场 不可施公信 施信渔民 这是望中的精神嘛 这不是一样 我哪里 我们哪里 我们的媒体哪一点施的公信 然后施信 然后再来愚弄人民 你也说出来 对不对 我们稍微慢慢来检讨 就对了 你如果 你慢慢有时候静下心来生 你来每一台都来看看 每一台都来看看 每一台都来看 好我听 就对了 我觉得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一点判断力 但是我今天不是说你判断错误 就对了 你也可以看我讲的 就对了 还是看我现在在讲的 就对了 还是看其他一些领导的 要参与总统的人在讲的话 就对了 尚是在炒担 就对了 还是在炒批 就对了 就对了 公平拆 就对了 好像很简单 那不是说 我来做总统 啊 我可以带你们 让台湾的大学生最多 卖入50k 就对了 欸 我也可以说 我要把台湾的大学生毕业 带到80k 我要跟他比赛 比 炒担 对不对 50k还有80k还有 你来说你是要怎么 你要怎么带领大家 一步一步怎么走 对不对 我要登陆火星 没有问题 我绝对能登陆火星 你看着就好 对了 不然你也 组部的价位是什么 第二部的价位是什么 有原则 没有细节 没有细节 怎么去执行 那我还简单 是不是 啊 炒担得快 就对了 哦 所以呢 有没有私信 私公信 我觉得大家 眼睛慢慢看 慢慢来听 就对了 哦 ok 嗯 嗯 真道理 我不是要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吗 嗯 真道理性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在讲 我们在梦用心来讲 就对了 而且很 很理性的才讲的事情 就对了 啊 譬如说 跟对案跟代表的事情 就对了 不是你 你才能堵 就对了 讲的都在堵 都在想你 排斥 什么都在想起 就对了 啊 你就像一家什么 按BS 你那里面 啊 不要看就没事情 就对了 啊 啊 哪有可能的事情 对了 事实 会发生的 会应用的烂的 就是会 对了 啊 啊 哪有勇敢的面对 怎么处理 啊 啊 让爱台湾 就是什么 如果做一些 像你们在参政总统的 还是你们在做官 你如果爱台湾 我们 人民就是想要追求 过好日子 难道这两个原则 不对吗 对不对 应该出发点 就从这两个 就对了 因为过好日子 这就 包含很多了 基本 就对了 啊 衣食啊 住行啊 会有这些 生活环境 这都是 跟精神上 就对了 那从这些来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的 这个简单的一句口号 来思考 怎么样是对我们 未来是最好的 就对了 你叫我不要做一些 无礼 无爱的事 嗯 无礼 我相信 我才有爱心 就对了 啊 哎 一个白衣 生相 我请问蔡董 你觉得 当台湾总统 哪一个谁来当台湾总统 比较好 但 其实我们中华民国 的总统就对了 你要做到 要搶两千三百万人的人 就对了 品德最重要 就对了 当然 你现在韩国瑜 去用黑道 就对了 就像无品无德的 但是你要注意 去看他去用黑的事 就对了 都小块的事 就对了 这些人 最重要的 他在爱包容 等他当选 总统以后 再来做这种 爱与包容 就对了 你现在跟人家竞争 是在用你批斗 倒政 就对了 这是 当然 我对台湾没钱的 台面上的 就对了 就对了 你说 郭台面也好 柯P也好 这两个实在是在比赛 臭肥子臭肚子 对不对 你们说我对不对 不要说我麻烦 对了 我不是要跟他选总统的 其实 要拜韩国瑜选总统 我也继续不去拿好处的 就对了 你放心 这不叫韩国瑜选总统 没关系 我怕他要去什么 你叫柯P串选总统 没关系 我才会担心 我说我要去什么 就对了 我只希望 台湾能够好人 就对了 你如果至于 蔡英文 对他们这几个来看 蔡英文就是两岸的问题 就对了 不要再闭嘴了 让大家勇敢来面对 来说 这就是你这个问题 不过蔡英文是比赛 比赛 比赛当然你们说老干 还是比赛 但是 处理事情 处理事情是 比他们稳重一点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 你两岸不处理好 什么统统对台湾 绝对不可能 够有好理解 就对了 这我相信 我们蔡总统 心知肚明 就对了 不要再愚民 这个才是真正的愚民 你要跟大陆赌气 赌气也要赌得起 对不对 我可以跟人赌气 怎样说 我 我 犯金不错 我跟人赌气 大不了赌输了 我就走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那两千三百万人 你怎样不可以说 你赌气赌一赌 我就可能要跟你怎样 我说了一句 我们老伯说 政治是谁的 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但是呢 政治如果要你名字死 你多话就会欲你 就对了 政治如果要你明天死 你活不过后天 就对了 这就是政治 这就是恐慌还是什么 这是以前老的在说 ok 这就是赖先生赖子彤说 我在说的很认同 感謝你 但是呢 后期就是说 共产党不认同中华民国 蔡同怎么说 就对了 我跟你说 这以前是这样 实力相当的时候 当然 对不对 路实随手 就对了 现在 依我们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肆底定 差太多太多 各方民币 大家不要抖去 慢慢 紧紧来币 就对了 我们 我常说一句 我们要 勇于认输 还是确实认识自己 就对了 未来我会说一天 我的公私信 就对了 那就是我从小 下来的座右铭 这就是我再说一次 就是我们要确实认识自己 就对了 大陆不认同中华民国旗 是我说白的 中华民国旗是国旗 就对了 以前 大家是连看都看不到 对了 现在你看到他也没跟你插 对了 他也不跟你计较 对了 不是说他有道量 比现在比以前有道量 道量是来自哪里 来自他的实力 对不对 以前 大陆他的实力不太多 现在是较少 实力有够用 连美国就是 敬畏他几分了 是不是 对不对 我觉得 未来的台湾 你要挂这边国旗 什么也好 就对了 你就要跟台狗去谈 我觉得他现在有自信 我认为 有自信的时候是什么 你都可以跟他谈 好不 对了 两岸交流是必须的 可是为什么不能跟民进党交流 为什么不能跟 你是说 你是说 代表为什么不跟民进党交流 对了 各位 你是妈妈 是 是民进党不跟大陆交流吧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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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民进党有台独党 对了 你要知道 那些台狗 他们那些官 有时候 他们就是 想法就是 真 真 有一个 有一个 要怎么说 你说过一个好 就对了 就是他们的过定的想法 就对了 有时候你说 你先说好话 这样 他就可以 大家好法交流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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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 他在说九二共事 我们就认为 九二没共事 九二怎么怎么 对了 难道 各位 我们不能 可以 用一句什么 成功的听力 怎么开始交流 对了 对了 好 可能 你们肯定会说 这样就应对了 他不要跟我们交流 好 先说一下 十三分五 要一斤也会辛苦 谢谢